一个男孩带了一个女孩去到的海边 男孩就对女孩说了一个笑话 结果他们就死了 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亮仔Steve 今天是一支很特别的影片 我还没有开始这支影片 其实我就已经忍不住要笑了 今天这支影片之所以会存在 就是因为我老婆 她一直以来都觉得我讲话的语速很慢 很沉闷 一点都不风趣搞笑 所以她就叫我拍了这支影片 来挑战用我平时的语速和沉闷的语调 来讲笑话给你们听 所以辛苦你们了 那请听完我这十个笑话 这些笑话都是来自于 网上的啦 可能有些你们已经听过了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笑 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我觉得是好笑的啦 如果这个笑话你们没有听过 然后又觉得不好笑的话 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讲话可能真的是太沉闷了 因为我不是属于比较搞笑的人 可是我又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带给大家 所以我就挑战自己 看讲笑话你们会不会笑啦 所以我们正式开始第一个笑话 它不一定是笑话 可是就是一个搞笑的桥段这样子啦 ok 第一个 请问这个的英文是什么 对没有错 你们猜对有些人猜对了 这个是4 对没有错 这个是4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什么 给你们5秒钟 5 4 3 2 1 Wonderful 这个是Wonderful OK 很像很尴尬喔 不懂你们有没有笑啊 如果有笑的话 你们在底下留言一下啦 OK 下面一位 这一个笑话呢 我是要讲一段很简短很简短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复杂 它的开头很恐怖 它的中间很搞笑 它的结尾很悲惨 OK 从前有一只鬼 放了一个屁 它都死掉了 不好笑咩 我觉得很好笑耶 哈哈哈 OK 下面一题 是一个问题 请问 肖邦的夜曲 是谁弹奏的 OK 5 4 3 2 1 啊我听到有人答对了 我听到有人答对了 你们有没有答对 是小熊威蹄 蛤不懂 你们一定是没有听周杰伦的歌的 因为周杰伦有唱到吗 威尼潭奏小邦的夜曲 威尼潭奏小邦的夜曲 对不对 啊所以是小熊威尼潭的 哈哈哈 哈哈哈 OK 下面一位 也是一个问题 OK 在一个森林里面 一群小动物 参加了一个饭局 结果 只有小象 生气的 为什么 OK 你们有答案吗 答案就是因为 这个局 是 气象局 明白了 要气那个大象的局 所以为什么参加这个局的动物 只有小象生气 因为气象局 好像有点尴尬 哈哈哈 OK 下面一题 旺旺雪饼 大家都有看过吗 对不对 如果他觉得热了过后 他会变成什么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答案 2 5 4 3 2 1 答案就是 旺旺鲜背 哈哈哈 哈哈 我见了这题 我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 所以 旺旺雪饼 如果太热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 旺旺鲜背 因为他把那个是背先开 OK 下面一题 也是一个问题啦 请问 Tony 出门的时候 他会带些什么 有点成语常识 你们应该是会懂的啦 OK 有答案了吗 5 4 3 2 1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带水 为什么他会带水呢 每个人都会带水嘛 对不对 为什么唇只有Tony 要带水呢 因为 Tony 带水 Tony 带水 OK 下面一题 OK 这题也是一个问题啦 鱼公 大家都认识嘛 对不对 他最著名就是 遗山 所以 鱼公遗山 这个故事大家都懂 可是你们懂不懂 他在遗山的时候 他唱了一首歌 你们懂是什么歌吗 OK 有答案了吗 对了啦 没有错就是小星星 蛤 你们不懂 因为 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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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晶 所以他在遗山的时候 一直都在唱小星星 OK下面一题 这个笑话也是一个问题啦 从前从前 煎蛋爱上了荷包蛋 为了得到荷包蛋的帮行 煎蛋就拿着吉他 到了荷包蛋的楼下 去弹了一首情歌 给荷包蛋听 请问他弹了什么歌 OK有答案吗 5 4 3 2 1 答案就是 小情歌 为什么 因为 这是一首 简单的小情歌 对 是 简单的小情歌 所以他唱了这首小情歌 就得到了 荷包蛋的方形 OK千辛万苦 困难丑丑 你们终于看到了最后一题 辛苦你们了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笑话 OK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一个男孩 带了一个女孩 去到了海边 男孩就对女孩说了一个笑话 结果他们就死了 为什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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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 男孩子的笑话太好笑了 然后女孩子笑死掉 他们两个一起死的 OK 为什么 你们一定要讲他的笑话 一个笑死女孩子 一个笑死他自己 对不对 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OK我解答他 答案就是 因为 海笑 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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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所以我十个笑话 已经讲完了啦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有哪一个笑话 有戳中你们的笑点 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 或者是我讲的笑话 根本不好笑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欢迎批赢啦 哈哈哈哈 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搞笑的人 这个是我一个很艰难的挑战 就是要讲笑话给你们听 如果你们喜欢我讲笑话的话 我会考虑在讲这个笑话系列啦 我也会把这支影片 让我一些身边的朋友 review一下 看我这支影片好不好笑 看他们的review是怎样啦 之后他们review了过后 我才剪多一支影片 让你们看 到底他们是觉得好笑 还是觉得很烂 我讲的笑话 OK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 纯粹想要挑战一下 我这样木讷的人 跟这样不高笑的人 讲笑话到底好不好笑啦 所以不知道成不成功啦 如果成功的话 你们帮我点一个赞啦 然后在下面留言 也让我知道我是不适合讲笑话啦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订阅以及点赞 还有打开小铃铛 你们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支影片哦 see you in the next 讲笑话影片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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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